是比赛的,但是又臭又臭了 可以说了吗 哈喽,我是米湾,今天是NBA全明星最后一个比赛日啦 正赛,然后在下午的比赛之前呢 我去了盐湖城这里最著名的景点 就是风景美如画的林阳岛周历公园 然后晚上去正赛的现场了 我天,我看到有人穿杜兰特的35号是太阳的球衣吗 我又是在新华的天花板天顶座的 所以今天的正赛,好看,好玩 凯文! 字母哥为了选人准备了一个小本本 哇,这个上面有字耶 选人这件事吧,就害怕最后被选本本会尴尬 但我还有点想看到尴尬那一步呢 不知道谁是那个导贝蛋 是小贾伦吗 我猜,我又猜对了 我猜对了,我猜对了 我猜对了小贾伦,最后一个被选 詹姆斯是不是要选欧文搞事情 我猜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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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对了 他猜对了 你猜对了 可恶,我们刘老师居然这么后面 才被选 我猜对了 一个pressel捡水面包 就六刀还挺便宜的 平常跟朋友开玩笑就说 看全明星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平时看的不就是全明星吗 这防守强度 莫兰特莫兰特给我扣篮 小奖 莫兰特 别人的扣篮就经不起欢呼 就莫兰特扣篮可以 再扣一个 怎么感觉只有莫兰特有replay 别人都没有replay的 不愧是小奖 其实我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莫兰特他那么坚定的 不参加扣篮大赛 可能韦德确实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 现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 他在实战上的一个扣篮 就能够得到非常多的媒体去转发 所以他并不希望 扣篮大赛这样一个平台 再去展现自己了 我也想要礼物 我也想要 想到我小学时候 还看到很多老人 玩空族什么的 现在为什么感觉没有人玩了呢 想和塔出对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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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队就打对标吗 咖善 我笑死我了 这什么顶级的节目效果 杰伦被塔兔说了什么 塔兔球都不会运了 出方杰伦 哦 笑死了 继续继续 队友单挑 碰撤了 还一个 广大的电视机观众面前互相玩呢 对内训练 全球广播 绑下来了 这顶级节目效果 不过米切尔在盐湖城拿全面性MVP也太有故事性了 正好是他离开第一个赛季 只有打过记录了 果然每晚都是载入十次的一晚 丢人了呀 利亚德强投 哦 利亚德再一次的绝杀了 拯救了最后三分非常拉垮的杨尼斯队 现场看着明星更加体会到了 米的这个商业力量强大 他在比赛之外有各种各样的画体 各种各样的跨界 然后这种collaborations 就觉得蛮挺厉害了吧 但是从看比赛角度来说 觉得这么多 这么多其他内容 啊 塔图玩儿子 可爱 考虑到今年的全明星奖杯 那是科比布莱恩特杯 那这样的话我就不赖塔图比赛有点刷了吧 赛号结束来吃烤肉了 饿死我了 这次比赛真的是又臭又长 可以说了吧